1980年九月的一天 一个五十多岁的商人 带着两个身材魁梧的伙计 来到陕西省三元县 商人叫孙洪道 两个伙计 一个叫魏宝国 一个叫中国强 他们一行三人 走进了一家 看上去还算干净的普通周袋所 把你好入住后 几人还没来得及上楼 招待所前台的服务员便提醒道 您几位是外地来的吧 嗯 孙洪道停下来回答道 那你们可得住点义 一定要把贵重物品保管好啊 怎么 你们这里不安全 治安不好吗 听到服务员的提醒 孙洪道疑惑地问服务员 你们毕竟是外地人 出门在外嘛 凡事还是多加小心的好 侯务员小声地说着 孙洪道往服务员身边凑了凑 故作担心地问道 你提醒的是 不过我们毕竟是头一次来到贵宝地 还要在这里 但是好几天呢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能不能明示一下 服务员转头看了坑外边 然后压低声音告诉孙洪道 街上的地痞流氓 小偷多 把东西保管好 还有 晚上尽量别出门 特别是你们从外地来的 很容易被抢 是吗 有事了 我们就赶快报警不行吗 没啥用 那些人无法无天 没人难管的服务员 愤愤地说道 太出所也管不住他们吗 孙洪道不露声色 继续问 唉 服务员叹了一口气 反正你们小心点准没错 说完便自顾干活去了 十几分钟后 孙洪道和两个伙计 从楼上下来 问服务员道 你们这里哪条街最热闹 我们刚来到 想去逛逛 顺便吃点东西 出门向右走 离这不远 有条商业街 那里是最热闹的 不过 你们要去的话 一定要当心 那里的流氓 小偷可是不少 服务员再次提醒 出了招待所 魏保国紧走几步 跟上孙洪道 看四下无人 问道 老板 您真打算去呀 要不要通知地方一下 孙洪道摆了摆手 不用 咱们啥场面没见过 几个地痞流氓 小偷还能把怎么怎么样了 就这样 一行三人 转悠到了商业街 商业街上 人头攒动 还真是热闹 几人在街上逛了一会后 随意地选了一家饭馆 走了进去 饭馆老板也是老生一人了 愿人无数 一审视进来的三位 领头的精神杰硕 两眼炯炯有神 浑身上下都偷着骨 惊气神 再看后边的两个伙计 虎背雄腰 人高马大 满身肃杀之气 饭馆老板心里暗自琢磨 这几位看来 来者不善 不好惹呀 没等几个人开口 饭馆老板赶忙从抽屉里 拿出了一笔钱 递到孙宏道面前说道 拦了几位 这给你们放着呢 是孝敬你们的茶水钱 孙宏道一愣 随即也有点明白了 看来老板是把他们 当成黑社会的了 同时也不由地心头一震 我什么都没说 老板就吓成这样 可见这里的治安 误化到了什么程度 心里一边想着 一边急忙推开老板的手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们出来贵的做生意的 是来吃饭的 怎么先给我们钱呢 一听这话 饭馆老板长长地 舒了一口气 脸上笑了起来 哦哦 误会了误会了 几位看想要点啥 里面请 三人找了个 比较靠边的桌子坐下 点了几道菜 借着点菜的时机 孙宏道 试探性地问老板 老板 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 你那是怎么回事 难道有黑社会来输钱 说来听听 说不定 我还能帮上你的忙呢 葬伴老板朝外边看了一夜 神色有点慌张 别 别说了 没事 你们从外地来的 有些事不知道 赶快吃了饭走吧 就别多管闲事了 免得惹祸上身 孙宏道 看着饭馆老板紧张的脸色 心中盘算着自己的事情 也就没再多问 三人边吃着 边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饭碗里 陆陆续续 来了几桌客人 突然 随着店外 传来几句杂呼声 几个满脸 嚣张的混混 走了进来 为首的一个一进门 便冲着老板喊道 老板呢 没看见我李小来了吗 快拿保护费 该交保护费了啊 好好好 来了 来了 店老板忙不迭地跑了出来 手里拿着一叠钞票 就是刚才拿给孙宏道 他们几个的那一把子 老板满脸堆笑 一路小跑 双手奉上 就在李小伸手去接钱的时候 就见孙宏道 一声断贺 干什么呢 收保护费 你们这不是在 明目张胆地抢钱吗 李小寻声望去 一看在边角处的一张桌子 坐着三个人 便带着几个手下 一摇三晃地走了过去 边走边没好气地说道 你谁啊 在这儿 杜冠贤士 我谁也不是 我就是我 我们是外地来做生意的 也不是多管贤士 路见不平而已 孙宏道 不卑不亢地说道 李小一听是外地人 更来劲了 哟 可呵 路见不平 不平的多了 轮得找你管吗 什么东西 我看你们是狗拿耗子 杜冠贤士 哼 李小边说 便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小胡子 孙宏道 也不甘示弱 冷冷地说道 我们不是狗 但你们一定是连耗子都不如的东西 看着如此轻蔑自己的外地人 狗杖人 是作威作福 惯了的李小 哪能竖着气呀 往后面一招手 兄弟们 给我教训教训 这几个不知死活的 妈的 我看你们是活腻味了 一声令下 一干云斗 便恶狠狠地朝孙宏道他们扑了过去 魏宝国和中国强健壮 立刻站起身来 挡在孙宏道的前面 眼看着几个地痞冲到跟前 举手投足 三下五去二 便把几个地痞打倒在地 李小一看 这连粘着人家身边都没有 兄弟几个便倒下了 看来今天是碰上硬叉子了 再打下去 肯定要吃大亏 于是一咬牙 从地上爬起来 恶狠狠地叫唤他 敢打老子 有种你们别跑 在这儿给我等着 走 兄弟们 一招手带着几个手下 从饭馆跑了出去 孙宏道三人这一闹头 可打饭馆老板得吓坏了 哎呀 老哥呀 这下你们怕是惹了大麻烦了 这可怎么办呢 饭馆老板哭丧着脸 说着来到孙宏道面前 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们赶紧讨吧 孙宏道不慌不忙地说道 老板 不用怕不用怕 我们跑了 你怎么办呢 有我们在 没事的 看得出来 您几位也是练家子 身手不错 不过你们不知道 他们真的太狠了 你们跑了 我赔给他们一些钱 也就了了 快走吧 孙宏道呵呵一笑 我们就在这里 哪也不去 饭馆老板急得眼泪 都快掉下来了 我只是个做小生意的呀 我可惹不起他们呀 正说话间 就听见街面上 人声鼎沸 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地杀了过来 走在最前面的 正是李小 李小旁边走着一条壮汉 壮汉看上去 雕肥体壮 一脸横肉 正是三元县赫赫有名的大哥 雕士辉 李小挨打后 兔子似的跑着去找了他的老大 雕士辉 添油加醋地把挨打的事 做了汇报 雕士辉一听 自己的手下去说保护费挨打了 那可是在给自己办事呀 竟然在商业街挨打 是谁吃了雄心豹子的 一点都不给自己面子 这还了得 立刻就急眼了 随即便带着大队人马 由李小带路 一路吵吵嚷嚷而来 饭馆里 孙洪道三人听到吵闹声 知道是李小带人来了 为了不攒回饭馆的东西 孙洪道扒了一个凳子坐在饭馆门口旁边 魏宝国和中国墙站在孙洪道前面 一边一个护着孙洪道 只见雕士辉凶神恶煞般地往这边走来 后面黑压压跟着一大堆人马 看上去要有板石来人 手里都拿着家伙 有棍棒铁链砖头 还有几个凶狠的甚至拿着砍刀 雕士辉来到孙洪道不远处 拱了拱手 敢问几个朋友哪里来的 为何出手伤我兄弟 从哪里来 先不说 伤你兄弟是路见不平 他当众敲诈勒索 还要出手伤人 难道这里没有王法吗 孙洪道义正言辞地教训道 和真是活腻了 在这儿给我讲王法 你们知道老子是谁吗 凭你们三个也敢管老子的事 不管是谁 只要是不讲王法 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去管 凭什么就管不得你了 雕士辉一听 疼一下火急就上来了 整个三元县 谁不知道我雕士辉的名号 谁敢这样和我说话 今天要是不把这三个人拿下 以后我雕士辉还怎么在三元县混呢 雕士辉思寸间 向后一招手 呼啦啦 有几十个混混 便带着家伙围了上来 雕士辉冷笑着说道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跪一下别老子 磕头认错 老子可以考虑饶你们一死 否则 呵呵 你们看到了没 说着 雕士辉指了指身后的手下 孙宏道抬头 向远处看了看围观的群众 又看向雕士辉 轻蔑地笑了一下 呵呵 我看该认错的是你 是你们这群欺压百姓的流氓 这句话说的是铿锵有力 雕士辉看到孙宏道的这种气势 心里扑通打了一下鼓 但是已经起火难下 把牙一摇 手一挥 弟兄们给我打 废了他们 几十个混混 呼啦啦就冲了上来 魏导国和中国强递了个眼色 各自站好位置 把孙宏道紧紧保护起来 这二人伸手确实厉害 一边护着孙宏道 一边对抗拿着家伙的数十个流氓 但怎奈是好汉架不住人多 对方实在人太多了 十多分钟过去了 他们二人逐渐处了下风 魏导国背上重重挨了一棍 中国强的胳膊也被流氓的刀划了一下 衣服已经开始渗出血迹 雕士辉 哼哼 冷笑着 嘲讽似的看了孙宏道一眼 孙宏道看看一步也不肯退让的魏宝国和中国强 心里暗想 看来不使出点雷霆手段是不行了呀 谁急 伸手探向腰间 孙宏道把手探向腰间 刷的一下 从腰上掏出一个黑乎乎的家伙 向上一扬 啪啪 就是两声枪响 枪声惊呆了所有人 雕士辉更是吓得一个亮枪 对方竟然有枪 不光雕士辉一伙 围观的群众也都傻了眼 现场所有人不约而同的在想 这是什么人呀 怎么会随身带着枪 再说到商业街不远处的派出所 雕士辉带着这么多人去商业街闹事 他们早就隔到了消息 但他们并没有急着去现场 雕士辉在这里横行霸道惯了 背后也有后台 他们对雕士辉一向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再说了 在这里谁不知道雕士辉呀 几个外来做生意的 竟敢和雕士辉硬抗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先等等 看情况再说吧 所以 太出所里正在静观其变呢 忽然就听见了枪声 一听见枪声 几名名警浑身汗毛都炸开了 想枪这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再不出动 以后不管怎么说都无法交代呀 几个人再不敢犹豫 立刻朝商业街冲了过去 遍一遍 黑洞洞的枪口对着雕士辉 被吓傻的雕士辉 哆哆嗦嗦地问着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孙红倒没有理会他 反而抬起手看了一眼手表 从开始落势到现在 已经过去半步多小时了 商业街附近就有一家派出所 步行过来也要不了五分钟 但民警却迟迟没有出现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孙红倒心里很是恼火 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 几个民警急匆匆跑了过来 看到民警过来 雕士辉赶忙赢了上去 警察同志 那个人有枪 你们赶紧去抓他 说着用手指了指孙红倒 我命命你放下枪 一个民警处的孙红倒大声喊道 你是谁 孙红倒问 我是圣密街派出所所长 你先把枪放下 所长回应道 孙红倒向所长看了看 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是派出所所长 那好立刻给你的上级打电话 告诉他 孙红倒来了 我叫孙红倒 所长也是经历过事情的人 虽然他并不清楚孙红倒是谁 但对方这个气派 显然不是一般人 于是他立刻给上级打去了电话 谁 你说他叫什么 接电话的是一名退伍老兵 现任三元县公安局局长 孙红倒 派出所所长又重复了一遍 局长立刻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哦 知道了 我马上到 那是首长 一定要保护好他 说完 撂下电话 抓起桌上的帽子就往外跑 边跑边对值班的喊 赶快给县领导打电话 告诉他们赶快到商业街 原来呀 这个孙红倒是三元县公安局长的老首长了 一 九五零年十月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不久 时任三十八军三百四十二团团长的孙红倒 帅军进入朝鲜战场 三十八军能够打出万岁军这样的赫赫军威 这一切都离不开全军将士的誓死奋战 作为万岁军中的一员虎将 从第一次战役一直到第五次战役 孙红倒都没有缺席 并且表现得非常出色 正是因为抗美援朝中的非凡表现 让孙红倒一步步走上了 更加重要的领导岗位 纵观孙红倒一生 最为后人津津恶道的 就是在他担任陕西军区司令员的这三年 孙红倒在陕西开展的扫黑除恶行动 让陕西治安得到很大好转 也给全国打黑行动提供了可靠参考 1980年为解放军军队建设 做出卓越贡献的开国大校孙红倒 被任命为陕西省军区一把手 赴任之前上级领导接见了他 并告诉孙红倒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让国家大部分地区都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 但是也有少部分地区出现一些问题 而在陕西就出现了 严重的黑恶势力危害地方的现象 改革开放之后 陕西经济是发展上来了 但是黑恶势力变得越发猖獗 收保护费 随意殴打老百姓 这种现象的滋生 让中央下定决心 对陕西黑恶势力进行铲除 上级领导告诉孙红倒 此次调他入陕西担任军区一把手 其中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做好对陕西打黑除恶的工作 孙红倒来到陕西后 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 发现地方上确实是黑恶势力横行 很多老百姓苦不堪言 却又无处诉苦 于是孙红倒决定 亲自前往陕西黑恶势力最猖獗的三元县 实地调查 这是一次微服私访 孙红倒没有发布消息 而是只带了两名警卫员 因为他深知 黑恶势力横行 跟地方上的不作为有很大关系 没想到今天才刚到三元县 便撞见雕士辉的手下 李小说保护费这件事 孙红倒收起手枪 安安稳稳地坐在椅子上 雕士辉一伙也被警察控制住了 围观的群众都好奇地看着他们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没多待一会儿 几辆军车风驰电掣地开了过来 从车上跳下来一群鹤枪尸弹的军人 带队的军官快步走到孙红倒身前 抬手一个敬礼 手掌好 孙红倒回了一个经历 下达命令 控制好现场 保护群众 没一会儿 公安局长还有县领导们 也都赶了过来 同志们好 我叫孙红倒 当着所有围观群众的面 孙红倒自报家门 我是来保护你们的 保护老百姓的安全 永远是我们亲人的职责 随着孙红倒铿锵有力的声音 周围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在担任陕西军区司令员的三年间 孙红倒指挥的打黑行动 取得了很大成功 孙红倒在陕西的扫黑经验 对后来的全国扫黑运动 也起到了很大作用